欢迎收看亚洲财经新闻 2010年6月2日澳洲股市 周三澳洲股市在金融股拖累下早盘继续下跌 隔夜投资者因欧洲债务危机而摇摆不定 尽管美国经济数据乐观 华尔街仍在震荡交易中收低 同时美国政府表示开始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进行民事和刑事调查后 能源类股票下跌也使美国股市承受压力 昨天澳洲股市未受澳洲储备银行保持利率不变的消息影响 收盘时下跌0.4% 今天的经济动态方面 澳洲统计局发布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账户数据 包括三月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下面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新闻 CJA Mining称 计划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Rata Gold的首次公开募股 将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一个金矿项目 和赞比亚的一个铜矿项目的股权分拆出去 这家两地上市的矿业勘探公司 将在Rata中保留至少20%的股份 此次首次公开募股将发行多达7000万股Rata新普通股 发行价为每股0.2加元 所筹集的净款项将用于非洲两个项目的勘探 和可行性研究活动 以及用作一般行政和运营资金 Insurance Australia Group 在截至6月30日的一年 录得约3.65亿澳元的一次性 税前费用后周三表示预计全年保险利润率 指引为6%至7%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英国汽车保险业务的人身损害索赔数量上升 IAG预计2011财年的保险利润率将为10.5%至12.5% 这预计反映IAG有信心 其业务整体将获得持续基本改善 预计IAG在2010-2011年的基本保费 将有3%至5%的增长 Panax Geothermal表示 在印尼的地热项目已获得良好进展 Panax与Bakery Power签订了一份有关 在整个印尼联合勘探开发地热资源 和储备的谅解备忘录 按照这份谅解备忘录 Panax将成为运营公司 占51%的股份 Bakery Power持有其余股份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 莫尼卡扬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